這應該是我吃過粥裡面 我個人覺得最好吃 你看它的干貝 它的干貝不是那種油麵啊 肉油啊那種 它是用日本那種野生的干貝 然後加上那個什麼 老母雞湯啊 老母雞 老母雞湯 不是罵人那個老母 是老母雞湯 再加上台灣的Q米去熬煮的 那像我剛剛快一分鐘這樣一包 隔水加熱這樣一包 大概就是我們露營這個碗 大概就是一碗 三百公克 其實這個一個人吃的份量其實剛剛好 一個人吃的份量剛剛好 因為這個粥一定要熱熱的 熱熱的吃 其實那個口感才是對的 你放冷掉吃我覺得就不對 所以我要趁熱把它吃掉 有時候早餐或是宵夜 其實來個一碗其實足夠 這個要吃乾淨 這個要吃乾淨 好 這個干貝粥其實放好邊 因為本來沒有要幫他開團購的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這個 這個價格一包三百塊的價格 我覺得貴爽爽 然後呢 我有跟那個什麼廠商的業務講說 欸 一包三百 看哪一個人吃得去的 這是我第一個疑惑 然後那個廠商就跟我講說 那個什麼那個他們那個我們社群經驗說 欸 拜託你們你們露營的人 隨便買個什麼東西不都萬來萬去 我說那不是台人說這樣啊 然後我就把這個私營隔著 直到我上次露營去訓量點 我覺得自己開來真的去吃了之後 然後自己覺得好吃 身旁的人覺得欸 瘋寶貝你這個東西好像蠻好吃的 這什麼東西 在問的時候我才說好 那我們就來開幫大家風友來爭取開團購 這個齁 你去各大通路看的話 大概一包平均大概三百塊錢 三百公克 然後裡面特別的地方就是什麼 他是用什麼 老母雞湯去熬煮日本野生的干貝 然後用台灣的那種Q米 就是Q嫩有彈性那種米 去熬煮出來的三百公克這樣一包 所以一包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包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一個人的份量 我錄影的時候是用兩包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一般我做保養品的人 我知道這種東西 你要常溫保存一下 你可能需要放一點防腐劑 可是他這個東西是完全不放防腐劑的 他沒有防腐劑嘛 因為吃的嘛 吃的嘛 吃的總要吃安心嘛 你已經吃到這麼高檔的 什麼日本的野生干貝 那總要吃安心吃健康嘛 所以他這裡面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劑 跟人工添加的香料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像你小朋友或是有孕婦的人 其實吃我覺得都非常好 那方法邊只能跟大家講說 這個本來這個團購 幫大家整理的團購 不是規劃在我們原本的 要練才堆坑的行動裡面 這完全是因為上個禮拜 在新亮點錄影 吃到的人都覺得不錯吃 而且我吃了之後我覺得 真的可以耶 所以我今天就跟那個廠商說 你那個東西有沒有辦法開團購 你有上次吃了 我改變我的心意了 我改變我的說法 我覺得如果可以 我們來開團購看看 所以我現在有開團購 我幫大家查過價了 基本上你上momo pizza什麼 就正常通路 人家正常的價格就是 五包裝用這個盒子裝 這個五包裝大概一千五百塊錢 如果你覺得你想試試看看 你想體驗看看 是不是如同風曉編講的 這麼美味 這麼鮮甜 你想試看看的 你可以把握這是團購的機會 五包 五包 這樣一個禮盒裝 送禮自用兩箱一箱